我们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但是我不在乎 我只要觉得是真心相爱的 什么困难都可以挺过去 她为我和我们家 不断了很多 随着孩子的出生 我们生活变好了 我从来都没想象 她会背叛我背叛这个家 后来我发现她和那个女人的事情 觉得天呐快要塌下来了 我当时真的 是鬼迷心跳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 都是那样伤害她的事情 她跟我提起女婚 我就答应了 女婚以后我就后悔了 我真的不如没有女婚 男生在婚内犯下了错误 女生没有原谅她 于是他们就离异了 今天男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找到一个机会 能够跟自己的前妻 重续前言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队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阿平37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项目经理 女嘉宾小胜32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留情两位 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 在这个现场公开吗 愿意 曾经是夫妻对吧 对 我看资料上面说 结婚的时候男方是一无所有 对 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她家里什么都没有 然后也欠了很多外债的 后面我们慢慢有钱了 以后她就开始在外面找女人了 这个让我一点都解释不了 我还说真的对不起 真的做错了 请问你能原谅我 我原谅你没有 我给过你机会没有 你珍惜了吗 我真的对不起 请求你原谅我了 你是怎么发现她外遇的 2013年的时候 就是5月份的时候 就是公司民派到外面去出差 因为她是做工地的 就是长期要住在外面的那一种 刚开始去的时候还没什么 后面慢慢的就开始有点改变了 电话也很少打回来的 我打电话 她总是也是说什么 工作很忙啊 这段时间确实很忙 你忙 忙什么 你早也忙 晚也忙了 就是电话也接不了的是吧 后来呢 到了8月底的时候就是搬家嘛 2013年8月底 对 我们这个事情本来早就机会好 我搬家的前一天 我还打电话给她说 我说你回来吧 搬家了 我后来不是回来一天了吗 你是回来的 你是怎么回来的 后来是回来的 回来是她朋友叫她才回来的 我当时叫她说 她说她忙 她没时间回来 然后她朋友就实在觉得 她也做得挺过分的了 就打了电话给她 就要她回来 上午回来的 下午就到火车站 就买了一张火车票 就准备第二天 早上就赶着过去的 第二天她走得很急的嘛 就是拉了一个手机了 她有两个手机 拉了一个手机在家里面 人家有个人 突然打电话过来了 我就接了她电话 我还没开口说什么的 说对面就有一个女的 说什么 亲爱的 你上车了没有 什么时候到的 我就说 这是谁啊 我还没说什么呢 对面就听到我 神经趴着 就把电话给挂了了 我当时很浪漫的 我就反抗了她手机 当时一看我 你没看到好多 她跟一个女人的聊天记录 然后还有她跟那个女人 有一些亲密的自拍照 那个时候我就 我确定她肯定是在外面 有女人来的 于是我第二天 我就买了一张火车票 我就决定到她城市去看一下 上车了以后 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她 我就说 我今天到底那玩笑子了 她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很不高兴的 然后到了她住的地方去 已经每天看到她家 没有很整洁的 她以前平时 存在不是一个很干净的 那种就是随处人的一些的那种 我就看到这里 还有什么菜谱 她以前存在不做饭的 我就更加确定她 肯定这里面还有别人 在一起生活的 真的对不起的 我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不想听你这些了 然后就是后面到了网上 的时候 我实在就是憋不住了 小孩子睡了以后 我就把她交出来了 我就问她 你不是自圆论我了吗 我是圆论你了 你自己珍惜了吗 就是当时你就 你就问出来她了 是吧 对 你不是说圆论 我不再提了吗 那你后面 我是圆论你了 我问她吧 那天晚上 你夫人就问你了 在外面是不是有出轨 是吧 是的 你承认了吗 我 当时承认了吗 是承认的 承认以后肯定说要回改吧 我输了 改了吗 改了 你改什么 那后面那个国庆的时候 你发家回来 那怎么回事 我们本来我还以为 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她当时也承认错误了 还是跪着求我什么的 请我原谅的 那时候我看到小孩的分伤 我就原谅她了 后面你回来以后 你怎么做的 她晚上她擦 她以为我跟小孩的 已经睡着了 她就偷笑 就出去打电话去了 她老是到电话扫扰我 扫扰你 你可以把她 收到黑名单里面去 但是我问你 我说你在跟谁打电话 你是不是说 你在跟同事打电话 我就是怕你多想 我多想 你为什么不让我看 等于回来之后 南方还偶断思连 还在那儿 我根本就没有断的 我不是 后来第二天 我就跑到广州那边 把那个租的房子 推掉了 帮她宿舍 把那个女的持 我还发了帮信给你 告诉你 你是此了 后面为什么还 那个女的跟我发了 那什么信息 要不快点离分 你很喜欢她 不喜欢我了 那是怎么回事 老婆那个真的我不知道 好好好 你说离婚的原因 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她还没跟那个断 当时她也发了那信息 我当时也觉得 他们可能失断了了 可是当后面过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逛街 我就拿她的钱包去付款 我在她的钱包里面 看到一张汇款的 而且是亏的那个女人的 我不是跟你说 你当时不是说 借给朋友用吗 你干嘛 他不是老骚扰我 老大电话给我 我的信用这个两个块钱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以后不再骚扰我 等于在过节的时候 发现她给这个女生汇款 对 因为这个你们离的婚是吧 对 后面我就去一个 营业厅里面 就查查她的童话记录什么的 看到那段时间 她还一直跟那个女的在联系 后来你们离婚是怎么离的 协议离婚还是法院判离 我们是协议离婚的 协议离婚 孩子归谁了 孩子我待着 家里的财产呢 财产都归我了 我就说什么 让老师怎么来的 又怎么走吧 你是净身出户 对 你承不承认 你跟那个女生有不轨行为 有 当时 我也知道我错了 老婆真的我错了 但是后来我真的 我原谅你那么多次 后来真的 我都没有跟她了 你们实际上面是春节离的婚吗 2014年的春节离的婚 是吗 但是我们两个吵得很凶的了 她当时还说什么 很气的 早就看我不顺眼的 说什么 半夜里头疼打 那一点不是我喝了酒吗 老师跟我闹 我心情也不舒服 我就 我能问问吗 能 你什么时候想跟她复婚呢 我就是跟老婆离婚以后 我当时也说的 起发 一气之下 后来感觉自己对不起她 所以她说什么 我就同意了 全部同意了 后来我就回广东了 那个女的要来找我 所以我也跟她 不理她了 你没回答我 你为什么要跟她复婚 我就是 发现她就是没钱了 那个女的也不跟她了 她就回来找我了 我真的不是 老婆 我真的是后悔 我后来离婚以后 我老是工作也不好 什么都不好 所以我老是想到离我孩子 我 你现在想到我和孩子了 小孩生病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们离婚以后 我跟我父母的劳烦恼 因为父母特别喜欢你 他说 如果还讨别的媳妇的话 就要别进她这 别进这个家门 这次是体会到 众叛亲离的滋味了 是吧 是的 来来 不想跟她复婚吧 想不想 想不想 有的时候 看着小孩子 挺想爸爸的 我知道这个坎儿 可能很难过去 她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哥们儿啊 你 从外形来说 能找到你媳妇 已经算烧了高香了 后来突然发现自己有点小资本了 立马小内心就膨胀了 现在你什么都没有 除了是孩子亲生父亲之外 除了只会说我错了之外 你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 想重组家庭 你告诉我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今天来干嘛 我们有孩子 我想孩子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这个是最无敌的借口 虽然可能最有用 我说了 除了你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你还有什么条件 可以站在这说咱们复婚吧 我们以前感情很好啊 我想和我老婆 感情很好 是你一手毁了呀 生活越过越好 是你自己不想过的呀 我现在觉得我还忘不了他 那是你的事 人家忘了你 马老师的意思是说 你为复婚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对 我觉得不会在外面弄搞了 现在这么多观众 这么多评论 这么多主持人在这里 我也是电视以前 我说一声 我再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希望你能原谅我 你要真想赢回这个爱情 你得用事实和时间证明 你所谓的忏悔和承诺 是靠谱的 光发是没有 最重要的关键是 你怎么做 明白了 明白了 其实我看他们这个 挺简单的 你就是个陈世美 你找这么好的一个老婆 真的从外表 他都比你强多了 你都配不上人家 你看当初你们家那个穷 他什么都没嫌 帮你们家还债 帮你们家买房 孝敬你父母 把你的事业扶持起来了 给你生了个孩子 就这个恩都比不上 外边那么一个轻飘的女人 哎呦 我真是不知道 这个男人都是怎么想的 你就用你一辈子 你都还不完人家的情 你还在做对不住人家的事 今天你站在这儿 我当然我看到了一个 态度很好的一个人 我就不知道前边 你是不是也这样 因为刚才你的前妻说了 给了你很多次机会 你也一再表示你要改正 可是你还犯 不是 那次保证了 断了我以后 我又跟那个女的 没有了 没有任何关系了 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又后来又联系上了 是那个女的 老师打电话给我 打电话你就接啊 说句心里话 那个女人和你前妻比起来 哪个条件好 我老婆 哪个对你有恩情 我老婆 那你为什么 我真的我都不理解 你疯了你啊 当然我相信啊 你这个前妻 是非常善良的一个女人 如果她要能原谅你 你用你后半生来弥补吧 你太对不住人了 我就说这些 谢谢谢谢王老师 希望她改过啊 为什么之前一直就断不了 现在断了 到底是你和那个女人断了 还是那个女人和你断了 明确地告诉我们 她跟我断了 这是 这是关键 所以女孩你听清楚了 她不是念你的好 不是疼孩子 不是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觉得这个家才真正幸福的家 而是 她被人串了 如果每个复兴汉 随时都可以回头 那我们还拿什么 去尊重忠诚这两个人 如果真是 她幡然悔悟 做了很多实际的行动 来弥补 来证明自己真真正正的是浪子 回头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 但至少现阶段 这个状况 这会儿你要想一想 她来到底是因为爱你 还是因为离不开你 关键是这种人 她色迷心窍 第一 我给女方的建议是 现在先不要着急接纳她 第二 看她的具体行动 让她有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 让她自己把事业做得非常好 而且对你和你的孩子 做出实际的那种行动之后 你再考虑是否答应她 能够接纳她 能够跟她复婚 现在 我不建议你 马上就复婚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简单了 就是大家想不通 就是你对她这么好 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那么这个人做了这样的事 现在回头我们值不值得原谅她 我也一直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说你这对她吧 是情义并重 用那个形容杜师娘那句话来说 叫做恩情四海恩无底 义重如山义更高 在她一无所有的时候 跟她在一起 没有要她家一分钱 还帮她们家还债 然后两人奋斗到如今 可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们说 仔细中山郎 得志便猖狂 春风得意把腿劈 穷途末路来投靠 我就在想 是中山郎这种人 值不值得原谅 他为什么要出轨 我觉得他未必是因为色 因为一直以来 跟你的妻子在一起 虽然日子越过越好 但是你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太大的价值 无论是她的强势 还是她为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 你没有把她理解成是她对你的恩重如山 而把她最后当成一种你的负累 你觉得在她面前你是抬不起头的 你长得不好 家事也不好 整个家都是一个女人撑起来的 你没有价值 所以当你得志之后 当有一个女人觉得你有点什么东西让她可图的时候 你突然之间猖狂起来了 你在那个女人面前找到了价值 如果在最开始离婚的时候 你就下定决心 或者是在第一次就把那个女人给断了 你把这事想通了 你觉得你的女人在你面前虽然强势 虽然在生活当中做出了所有的一切 并不是让你抬不起头 而是一种爱 并不是为压着你 我觉得你这种人是可以原谅 但是你等到穷途末路之后 再来投靠 这样原谅你就没有价值 找不出任何原谅你的理由 而且几乎我可以料定 一旦你要是情况变得好转了之后 如果身边再有女人垂青于你 你马上自我的价值感又有 你一定会再犯 所以我的态度比他们还要兼具 此生不可原谅 老师们的意见你们都听到了 选择得自己做 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老婆真的原谅我吧 我真的不会犯罪人的错误了 希望我们能回到以前 以前我们不是很好吗 真的 我现在真的不管 我怕以后 你走了这个以后 保证不会到下一个了 再也不会了 真的再也不会了 你让我好好考虑 真的再也不会了 你原谅我吧 真的再也不会了 不会也下一次了 你看到孩子的分上也 原谅我吧 给我孩子一个玩意就下了 我就是看到小孩的分上 我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你 你珍惜了 我父母也特别想孩子 好 时间到 男生的态度非常的明确 所以我们要来问一问女生 女生在刚才的过程当中 当图里老师说那番话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了 那个时候他起伏是最大的 当图老师说 此生不可原谅的时候 我看他人有点崩溃的意思 我们还有三种帮助你的途径 不知道你选哪一种 来看一下 第一 求助现场的观众 让观众们投投票 看看更倾向于你复婚 还是不复婚 第二种是有一个神秘的声音 跟你们很直接的人 来跟你们讲一些话 第三种是 再一次的求助爱情导师 你的选择是 再一次求助爱情导师吧 他的选择是 求助爱情导师 这大概有点 想让图老师翻盘的意思 刚才你说 此生不可原谅嘛 人家又再一次选择了你 你有什么话对他说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像这样类似的故事发生很多 我以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春风得意时的浪子回头最珍贵 穷途末路时的暂时投靠最虚伪 我说了他已经有太多次回头的时间 而且这次来 他也压根就没有回忆 所以我觉得此生不可原谅 但是我对你个人有一个建议 带着孩子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该找找 该接接 如果这个人一开始 你没有对他进行一定的支出 进行一定的帮助 没有跟他结为夫妻 我想他到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为此而负累 追求自己的幸福 另外在孩子面前 千万不要说他父亲的真实面目 就这样 好了 两位交换秘密 然后再做考量 来 请交换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这大概是一个现代版的 父亲汉的故事 由于这个四处碰壁之后 又念前妻之好 想来谋合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别啊 我真的不知道说了 你来念我吧 真的 就是刚才他跪下来的一幕 我就想到了 赌徒你知道吗 赌徒基本都是这样的 说贵就贵 没有什么尊严的 还会犯错吗 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真的吗 真的 真的吗 真的 我再也不会犯错了 我倒觉得曲组那建议 可以听一听 就别急着那么早就和好 只是表明给机会 你说呢 对 把手放 对 你把人手放 把人手放 尊重点 追求 这哥们你看 就是我突然感觉 他一下就 翻身都露把歌唱了 感觉 对吧 哪那么容易啊 不是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别皇上不积积太监 皇上都说原谅了 你一帮太监在那说有什么用 所以这节目作友也生气 来来来来 行了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 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接下来就请幸运的转盘 转动起来吧 你们说开始 说挺好不好 来 开始 听 跟你说啊 这哥们就是命好 娶这几份命也好 二郎家 2500元的贷金券 带谁去 带那女人去是吧 不会 我就不明白 这个当赵川说 你喊开始就开始 你喊停就停 你怎么就能抢先喊得出口 我感觉你瞬间 已经把当初所有的一切 已经忘了 你看你现在 喜悦的心情 样一着洋溢的微笑 你已经完全就把过去的事 已然已经忘了 你看看你旁边 你老婆的脸上 还挂着泪水 你已经完全忘了 你已经兴高采烈了 就你这么一个好了伤疤 忘了疼的主 你能改 我愿意相信能改 恰恰说明他不老谋深算 他要真老谋深算了 藏得那么深 就更麻烦了 站过去吧 站过去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 选择幸福 选择亚散河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来 两位请回 老婆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错了 我们不分吧 真的我不再也不会了 请原谅我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看着小儿的分上我心的 不是来看你的表现吗 好 请亮灯 这灯光老师配合得真好 听明白了吗 看你的表现 我知道 走吧 回去吧 等你们真的好了 咱们再走那个门 好吗 谢谢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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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